2号车厢2D的旅客基因检测为阳性 现在你们都作为密切旅客必须要下车 地方防疫部能进行检测 请大家配合一下专理时间下车 如果下车了早一分钟隔离 就会早一分钟检测 就会早一分钟给大家能够用出行的政策 但是现在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也希望你们同样理解我们的心情 大家都是防疫面前 大家以防疫为主 我也很痛心为什么你们就能踏上这个旅客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旅客确实就从上海上车了 确实就一路和你们都在一个车厢里 证据和文件拿出来 他怎么上了车 为什么你们没有检查出来 但是现在他是接到了上海疾控所的通知 接到了上海疾控所的通知 说他的第一检测是阳性 各位旅客请问一点 如果你们作为第一检测 不下车的话 这个车是开不出去的 请大家配合 你开不出去这种 没有什么关系 都已经下车了 反正是咱们最危险的二车的旅客不下车 如果你们不下车 这趟车是没法开出去的 请大家追踪我们的疫情 关我们什么事 请大家追踪疫情反抗的要求 大家早一分钟下车 就能早一分钟检测 就能早一分钟解除隔离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配合防疫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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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